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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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同情报单位去培植那位鼎大教授一样 那位鼎大教授他提供给情职单位的几乎都是高级情报 那所谓的高级情报就是他们高层之间的互动 就是举个例 谁对蒋介石最狠 谁还希望说让对蒋介石留有余地等等这些 那这一种所谓的高级情报 只有当事人还有他的秘书清楚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两件事情 不能够说情职人员去找了余英石就对余先生进行迫害 我在这本书里面就是说余英石名为黑名单 不干间谍卧底余英石失落的历史环节 我在这本书里面我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说情报单位的的确确是想要培植余英石 正如同那个鼎大教授一模一样 情职单位我可以告诉各位 无论是戴笠 无论是毛人凤 无论是蒋介石 他们都有一个人格的特质 这种人格的特质 你说他好也对 你说他坏也对 就是说当他要培植你的时候 他是的的确确是真心诚意的 各位理解到了这句话的用意 就是说他对那个鼎大的教授 他答应了那位鼎大教授 你只要给我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我一定让你回到台湾 你回到台湾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预官是服役一年 你一年齐满 他说到就他说到做到 他把你送到美国去读书 各位可以看到情报单位 不管他做了多少恶事 他对于他自己布的县 一定要说到做到 不然的话没有人干那个情报 哪有像那个什么 台湾现在什么 那么多的小小的要别啊 然后统统跑出来 就是毛人凤那个时候 你不能讲说他要迫害余音石 没有这回事 真正他们对余先生的下手 就是我曾经讲过八次的对话 他认为他没有办法吸收余音石的时候 他才对他下手的 如果余音石在这个八次对谈当中 只要有一次他软化他的立场的话 那我相信余音石二十年前 一定是蒋经国非常喜欢的情报局长 或许就已经没有江南岸这些事情发生了 就是说 我们就历史论历史 你不能说情报单位去迫害余音石 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没有 没有这回事 情报局的确是给余音石做了肯定的承诺 第一个我发给你露台证 第二个我也愿意跟你护照 第三个我想请你来台湾 这些跟所谓的鼎大教授 一模一样所享受的待遇一模一样甚至于更好 但是余音石就讲了一句话 读书人不做廖北亚嘛 不干廖北亚嘛 他们之间的冲突 他们之间的冲突 没有那么尖锐也没有那么对立 只不过是余音石一而再再而三的三而四的拒绝了 所以今天就看余先生的一生 25岁能够做这个决定 然后他宁可列为黑名单 他也不做情报局的报卑啊 这个是余先生的风骨吧 我只能够告诉各位 这是余先生的选择 这个是余先生 你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选择 但是余先生的选择是不合作 不合作他们才痛下杀手 就是说一个故事不管怎么讲 你的结论就是说余先生不想跟情报单位合作 就是那么就是那么清楚而已 那这一期我们就可以 你开始讲哈余先生他为什么无法全身而退 各位知道啊 培植一个情报人员李洁明跟我讲的 情报人员的培植最高阶层叫死戒 就是孙子兵法里面讲的死戒 他说这是最高阶层 那这一种最高阶层是可遇不可求 那其次就是说我培植的其他的地方 那我不讲那我讲两个很小的故事 为什么苏联时代的米格29对于F-16毫无威胁力 你两场战争看得出来 一场战争是波斯湾 一场战争是波斯湾 好一场战争是波斯湾 好就是美军进攻伊拉克 伊拉克的米格29它那个低空已经避过了美国的雷达 要对美军进行攻击 结果呢F-16在高空马上把它打下来 因为它的频率已经被F-16抓到 还有第二个科索沃战争 科索沃战争已经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南斯拉夫空军副司令员 驾驶经验非常丰富 他也米格29起飞 结果F-16就在高空等着他 他一起飞一拉高就被击落 他连F-16在哪边他都没有看到 因为他所有的性能 还有他战机的频率 还有他战术的运用 我可以告诉各位 是苏联时代的一个设计师 把所有的图档 还有相关重要的文件全部提供给美国 所以F-16 所以F-16对上米格29平心而论 米格29虽然是一个轻型战机 比F-16也是 米格29的性能不比F-16差 可是这两次的起飞 还没看到F-16 他就被打下来了 各位可以看看 这个卧底可不可怕 美国只是花了很少很少的钱 去收买了一个间谍 所谓的间谍呢 就是在苏联的间谍 很少钱 可是他获得的效益很大 那第二个 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源头 就是跟台湾有关 这个故事的源头是说 台湾曾经有一款通讯系统 是因为某一个人刻意的泄露 那个事是早年的 好 当那个人泄露的时候 他要回到台湾的时候 然后 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官员 飞到某地见他 劝他不要回到台湾 他问他为什么 他说 你应该已经被调查 所以呢 他连退五金他都不要 但是他还是打了电报到台湾来 然后 用陆陆续续分批的方式 把他家人接到其他地方去 事后证明 事后 那我跟各位讲 事后证明 这个人的确是个间谍 然后把台湾的通讯系统的代号 波段 频率 完全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报官员 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 就是说这种高级情报的可怕 那余先生之所以没有办法全身而退 是因为蒋介石对于余先生已经施加压力 说他要高级情报 他要知道第三势力的动向 然后他要知道第三势力为什么经常批评蒋介石 为什么他要反蒋反共反独裁 为什么都是针对蒋介石 那换句话说 你很多人讲余英时写的文章 通通都是批评中国共产党 那鬼扯 余英时从21岁他就开始批评国民党 只不过到了1971年让他回来以后 他跟蒋介石之间是有默契的 所以他才避过 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去看余先生这一段他早年的历史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余先生之所以没有办法全身而退的关键 就是在于他不跟情志单位合作 那第二个余先生摆脱香港 各位有没有发现余先生在1955年的10月3号离开香港 各位他离开香港之前 他离开香港之前跟情志单位他有八次的结实 他为什么要基于离开香港 况且哈佛燕京学人计划里面 余先生不是首选 他在回忆录讲 他在回忆录讲 虽然是事实 可是他前半段为什么不讲 前半段去的就是陈伯庄 陈伯庄算是他的老师 陈伯庄前面还有一个 总共两个人 那他为什么单单提陈伯庄 我在第二本书 我绝对把它写得清清楚楚 本来前面两个人都是他们去 为什么会变成余英时 余英时那时候25岁 所谓访问学人 怎么会派一个学生去 至少是一个硕士班毕业的吧 怎么可能派一个学士 那个学士就跟大学毕业 好就跟大学毕业 然后拿到哈佛燕京的那个什么 学人计划 余英时那个时候不是学人 他是学生 学生学人差一个字 那为什么陈伯庄要叫余英时去 而余英时为什么非要在那个时候走 我可以告诉各位 余英时大概自己认为 他跟秦制人员纠缠了那么久 还有一个是他家庭的因素 所谓家庭的因素 就是说他的爸爸余学忠 他的妈妈有雅贤 他的弟弟余英华 都是拿台湾的护照 就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到香港 到了最后 你既然已经 你合法给他家人护照了 我想请问一下 发给余先生会有那么难吗 那你告诉我 难不难 不难 他们到了最后 各位晓不晓得一直到了1956年 好 1956年 为什么余学忠也去 也以难民的身份 各位去想想这个中间的道理 就是护照到齐注销 那余家就从此以后再也不申请中华民国护照 因为他看到了余英石这个例子 这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很难解释的 那这种难以解释 就是说 只有一项 就是余英石要摆脱香港 三个因素 第一个他认为他有危险 所以他必须马上走 那第二个 他要走 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要走前幕也好 余学忠也好 不得不做安排 那本来是陈伯庄啊 还有其他人排在余英石的前面 那余英石插队 马上哈佛燕金学人计划让他走 因为余英石大概认为自己留在香港 会有麻烦 那第三个 就是说余英石应该已经收到 搞了秦制单位的警告 换句话说 他从三月 还有一个六月 这两个重要的时间点 余英石知道了 他拿不到 所谓的中华民国护照 余英石应该事前已经知道了 既然拿不到的话 他为什么十月就要走 当然余先生有他的解释 但是合理的解释是这样 当他六月他知道他拿不到 然后他的父母亲还有他的弟弟的护照 也应该那个时候到期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余先生也认为 除了他以外 他的全家 包含他的父亲余协中 尤雅贤跟余英华 也应该深陷于危险之中 但是他先走 那个时候的余协中 他在新马教书 那个是国民党编场莫及的地方 那个时候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没有独立 那属于英国的领地 所以余协中他们没有护照支 可以到那个 可以到那个新马 我告诉各位 因为香港也好 那个新加坡马来西亚 都是大英国协的地方 所以呢 他在这几个地方游走 我确定 他还是使用中华民国的护照 只不过在大英国协不必签证而已 所以他在这三个地方一路的游走 但是到了最后 余先生认为他已经麻烦上身的时候 钱牧逼不得已 钱牧是逼不得已 才让余先生成为哈佛燕京的访问学人 就是那么简单而已 到了最后钱牧 余协中他们都有写信给叶公超 张旭云那些等等 余先生自己在回忆录里面 他说错了 他说 包含香港的教育部跟外交部的等等 如何如何如何 他说他可能是得罪地下公安人员 我可以告诉各位的 虽然教育部跟外交部在香港不能够执行情报工作 但是呢 各位去看 在蒋介石总统的文物里面 檔案里面 有叶公超跟张旭云 他们报告第三势力的动向 从这一些你了解了一个事实 就是为什么 好 为什么余英石的家人余协中跟他老师 为什么严林峰 蒋经国的驻港代表 他的老师跟张旭云 余协中跟叶公超 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既然关系那么好的话 为什么不发护照给他们家族 给他家人 所以我们今天看余先生 他是要急着摆脱 还有一个余先生再度出手 就是那我刚刚讲的 余先生知道麻烦了 我名单我要提前了 也请老师严林峰 也请他爸爸去跟高层官说 各位有没有想到 无论是陈庆瑜 无论是余洪军 无论是谁 无论是张旭云 无论是叶公超 没有一个人理他 余协中是跟余洪军是蛮熟的 那个时候的行政院长是蛮熟的 但是为什么从行政院长 外交部长 教育部长 没有一个人理他 您有这些关系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理你 就是说你得罪了一个不应该得罪的人 我也好想跟余洪军 有没有一个人理他 对这个人理他 这个人理他 是一个人理他 对这个人理他 对这个人理他 在那里面